台商到北京深耕 从兰花大王转型成了 鲦鱼大王 工厂化更有效率 还将活鱼装进了真空包装 打进了高端市场 北京六环外 商品区以农工为主的 小汤神正里 水汁油粮绿一满盈 这里其实还藏着 一池池春水 还能年年有余 现在我捞 这个是我们的黄金鲦鱼 肥滋滋的鱼儿被一把捞起 从潭里就知道有多带劲 它们是台商侯宗柱眼周 最娇贵也最有价值的雕名 这个就有一斤了 这个有一斤 对 上这一尾大的吧 这两个就有一斤 六个月 但金色鱼身透出粉嫩 上万多尾台湾金海雕 透过技术养殖 在池子里和谐共生 台商侯宗柱选中北京来养鱼 看上的其实是小汤山的 天然温泉水质 让养鱼一开始就得到助攻 我的地下水啊 上来的温度就28度 所以非常适合养热带鱼 这个鲨鱼吃下去 不但是让它吸收好 然后排出来的粪便啊 就黯淡的东西就少 所以它长得快 芳鱼够巴豆 减少了水中的柴鱼饲料跟排泄物 反而有效降低处理成本 循环获利 第一个口感好 第二个鱼的那个刺很少 目前为止这两条鱼啊 在北京回头力很高 养殖的活鱼鱼 现在被装进真空包装 打进了大陆的高端消费市场 现在台商甚至跟 深线配送平台合作 让鱼卖到更多地方 手机点一点就可以交国鱼局送道府 对于无法当杀手的人 还可以帮你处理好再配送 配上看准工厂化养鱼的新鲜市场 是今后大陆渔业发展方向 在政策和环境相辅相成下 即便在一线城市北京 台庆也能找到另一番浓厚商机 东西新闻记者杨云平黄元 在北京采访报道